叙利亚的冬季,清晨五点钟,阿勒坡站台旁停着一辆在铁路指南上美其名曰托罗斯快车的火车,上面有一节厨房车,一节餐车,一节卧铺车厢和两节普通客车厢。 通向卧铺车厢的踏板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法国中尉,穿着一身醒目的制服,正在跟一个小个子男人说着什么。 后者用围巾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个红彤彤的鼻尖和凉撇向上翘起的小胡子。 天气寒冷 为一位高贵的陌生人送行这份工作,可不怎么令人羡慕。 但中尉迪波斯克还是勇敢地坚守在岗位上,用优雅的法语说着优美的词句。 实际上他并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谣言, 他的将军脾气越来越坏。 然后来了一个陌生的比利时人,好像是大老远从英国过来的。 过了一星期,无缘无故紧张的一星期, 再后来发生了某些事。 一位很有名的军官自杀了,另外一位突然宣布辞职。 那些焦虑的脸上忽然没有了焦虑,一些军事防御措施也放松了。 而将军,迪波斯克中尉的顶头上司,好像忽然年轻了十岁。 迪波斯克偶然听到了将军和陌生人的一部分谈话。 你救了我们,亲爱的。 将军充满感情地说着,白色的大胡子激动地直哆嗦。 你挽救了法国军队的荣誉,避免了许多流血事件。 你接受了我的请求,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你这么远过来。 这个陌生人,他的名字是赫克里·波罗,回答得很恰当。 其中有这么一句, 看你确实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忘记呢? 接着将军也很恰当地做了回答,表示过去的那件事不值一提。 又提到了法国、比利时、光荣与荣耀诸如此类的话题。 彼此热情拥抱之后,结束了谈话。 至于两个人说的究竟是什么? 迪波斯克中尉仍然摸不着头脑, 但是他被委以重任,护送波罗先生登上托勒斯快车。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虔诚的青年军官, 他怀着满腔热情,执行这一任务。 今天是星期日,迪波斯克中尉说。 明天,星期一晚上,您就到斯坦布尔了。 他不是头一次这么说了。 火车发动之前,站台上的对话多少会有些重复。 哦,呃,是啊。 波罗先生表示赞同。 我想您打算在那儿待几天吧。 呵呵,呃,没错。 我从来没有去过斯坦布尔, 错过了会很遗憾的。 呃,是的。 他说明似的打了个响指。 嗯,没有负担。 我会在那儿游览几天。 哦,圣苏菲很漂亮。 迪波斯克中尉说, 不过他可从来没见过。 一阵冷风呼啸着吹过站台, 两个人都打了个冷战。 迪波斯克中尉偷偷偷偷地瞄了一眼手表, 四点五十五分。 离开车只剩下五分钟了。 他唯恐对方注意到他偷看手表, 赶紧继续说着。 每年的这个时候旅行的人都很少。 他说着看了看他们上方的卧铺车窗。 波罗先生附和着。 哦,呃,是这样。 但愿您别被大雪困在托洛斯。 以前有过吗? 哦,有过,是的。 哦,今年还没有。 但愿吧,波罗先生说。 欧洲来的天气预报说, 不太好。 很糟糕。 巴尔干的雪下得很大。 我听说德国也是。 好吧, 对话又要中断了。 迪布斯克中尉赶紧接着说, 明天晚上七点四十分, 您就到军事坛丁堡了。 呃,是的。 波罗先生也拼命地接着话茬。 呃,圣索菲, 我听说很漂亮。 我相信肯定棒极了。 他们头顶上一截卧铺车厢的窗帘 被拉到一边。 一个年轻的女人往外看了看。 自从上个星期四离开巴格达之后, 玛丽·德贝纳姆就睡眠不足。 不管是在去往吉尔库克的火车上, 还是在摸索尔的旅店中, 甚至在昨天晚上的火车上, 他都没睡好。 这会儿, 躺在闷热不通风的车厢里睡不着, 实在让人厌烦。 于是, 他起身向外张望。 这一定是阿勒普, 当然没什么好看的, 只有一个长长的光线暗淡的站台, 以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喧闹而暴怒的阿拉伯语吵骂声。 他窗户下面有两个男人正在用法语交谈, 其中一位是一个法国军官, 另一位是个留着夸张小胡子的小个子。 玛丽微微笑了笑, 他从未见过穿得如此严实的人, 外面肯定非常冷, 难怪他们把车厢弄得这么热。 玛丽想把车窗拉低一点, 可是拉不动。 卧布车的列车员向两个男人走来, 说火车就要开了, 先生最好上车。 小个子男人抬了抬帽子, 他的脑袋简直就像一颗鸡蛋。 尽管之前有些出神, 玛丽德贝纳姆还是笑了, 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个子, 无需把这种人当回事。 迪巴斯克中尉说着道别的话, 这些话他早就想好了, 直到最后一分钟, 终于派上了用场。 这些话说得很是优雅, 漂亮。 波罗先生不甘落后, 回答得同样优美。 请上车,先生。 卧铺列车员催促着, 波罗先生装出一副万帆不舍的样子上了火车, 列车员跟在他身后也爬上了火车。 波罗先生挥动着双手, 迪巴斯克中尉向他敬礼, 火车猛地移动, 缓缓地向前开去。 可算是接受了。 波罗先生嘟弄着, 迪巴斯克中尉颤抖着, 这才意识到自己动坏了。 呃, 好了, 先生。 列车员动作夸张地向波罗展示他卧铺车厢的美观, 以及安置整齐的行李。 先生的小旅行带我放在这儿了。 他带有暗示意味地伸出一只手, 波罗往他手里放了一张折好的钞票。 啊, 谢谢, 先生。 列车员立刻升级勃勃起来, 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呃, 先生的车票在我这里, 呃, 请您把护照也给我。 先生是在斯坦布尔下车吧? 波罗先生表示同意。 我看旅行的人不太多呀。 啊, 没几个, 先生, 除了您只有两位旅客, 都是英国人, 来自印度的上校和从巴格达来的年轻的英国小姐。 先生, 您需要些什么吗? 波罗先生要了一小瓶矿泉水。 清晨五点钟搭乘火车, 是个尴尬的时刻。 还有两小时才会天亮。 考虑到晚上睡眠不足, 并且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棘手的任务。 波罗先生蜷缩在角落里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半了, 他冲进餐车, 想喝杯热咖啡。 此时那里只有一个旅客, 很明显是列车员说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小姐。 这位小姐身材修长苗条, 黑色的头发, 二十八岁上下。 从她吃早饭, 以及让服务员添加咖啡的冷静样子来看, 想必是个见多识广, 经常旅行的人。 她一身暗色的旅行装束, 料子轻薄, 很适合车上闷热的空气。 霍克尔波罗先生无事可做, 为了打发时间, 就装作若无其事的观察器这位小姐来。 她判断, 这位小姐是那种无论在哪儿, 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年轻女人, 沉着而且有能力。 她尤其喜欢这位小姐那极为端正的五官和细致, 白皙的皮肤, 也喜欢这位小姐那顺滑整洁的黑发, 还有这位小姐那双冷淡的灰色眼睛。 不过, 这位小姐看起来太干练了, 不是波罗先生心目中的美女。 没过多久, 另一个人走进了餐车, 这是个四五十岁的高个子男人, 身形偏瘦, 棕色皮肤, 两鬓略有些斑白。 波罗自言自语地说, 嗯, 印度来得上笑。 新来的人对那位女子微微拘了一躬。 早上好, 得被纳姆小姐。 早上好, 阿巴斯诺特上笑。 上笑站住了, 一只手搭在小姐对面的椅子上。 她问, 你介意吗? 哦, 当然不, 请坐。 呃, 你知道早饭可不是聊天的好时间。 正合我意, 不过, 我不会咬人的。 上笑坐了下来。 服务员。 她的口气很专横, 她点了鸡蛋和咖啡。 她的视线在Hucker波罗身上短暂地停顿了片, 又毫不在意地移开了。 波罗明白这个英国人的想法, 知道他准会这样自言自语。 哼, 只不过是个该死的外国佬。 不愧是这个民族的。 两个英国人并没有闲聊, 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 女子就起身回自己的车厢了。 午饭的时候, 那两个人又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边, 仍然无视第三个旅客。 他们的谈话比早饭的时候活跃了一些。 阿巴斯诺的上校说到了旁遮谱, 还见获询问了对方几个关于巴格达的问题。 很明显, 这位小姐在那儿当过家庭教师。 谈话中他们发现了几个彼此共同的朋友, 这使得两个人立刻友好起来, 不再那么拘束了。 他们提到了一个叫老汤米的人, 还有一个老雷姐。 上校问小姐, 是直接去英国还是在斯坦布尔下车? 我直接去英国。 那岂不是很遗憾? 两年前我也坐过这趟车, 那时候在斯坦布尔渡过了三天。 啊, 我明白了。 我得说很高兴你直接去英国, 因为我也是。 上校略显笨拙地欠了欠身, 脸色有些发红。 哈克勒波罗饶有兴致地想, 我们的这位上校很容易动感情啊, 这趟火车跟在海上航行一样危险。 玛丽德贝纳姆小姐淡然地说那很不错, 她的态度有些克制。 波罗注意到, 上校陪着玛丽小姐回了小姐的车厢, 后来她们穿行在托罗斯壮丽的景色之中, 那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过道上, 俯瞰齐里奇亚门的时候, 女子突然叹了口气, 波罗正站在她们旁边, 听到那位小姐低声地说,"真美啊, 我希望, 我希望, 什么? 我希望自己能欣赏她。 阿巴斯诺的上校没有应答, 她下巴的那条方形线条, 似乎更加严峻, 冷酷了。 她说,"希望上帝让你摆脱这一切。 请别说了。 哦,好吧。 上校有点气恼地朝波罗这边扫了一眼, 然后说,"不过我不喜欢你当家庭教师这个想法, 对那些专横的妈妈和他们讨厌的小鬼唯命是从。 玛丽小姐笑了, 声音有些失控。 不, 你不能这么想, 家庭教师饱受压迫, 是个已经被推翻了的传说, 那些父母还怕被我欺负呢? 两个人没再说话, 也许阿巴斯诺的上校对自己的感情爆发感到羞愧。 波罗沉思着自言自语地说,"我在这儿看到了一幕奇怪的小喜剧。 他以后会记得这个想法的。 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 他们抵达科尼亚, 那两个英国旅客下车伸展四肢, 在布满积雪的站台上走来走去。 波罗先生乐于透过玻璃窗观察车站上拥挤的情形。 然而大约十分钟后, 他觉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兴许不是件坏事。 于是他仔细地准备了一番, 用好几件大衣把自己裹盐围上围巾, 又在整洁的靴子外面套上胶套鞋。 穿戴完毕之后,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站台上, 一路向车头走去。 一阵声音让他认出了站在货车厢阴影中的两个模糊的人影。 阿巴斯诺特上校正在说着, 玛丽, 我不是现在。 女子打断了上校的话, 不是现在? 等一切都结束了, 等事情过去了, 再…… 波罗先生小心地转身走开了, 他心里感到很奇怪, 他差点没听出来玛丽得被那么小姐那冷淡而干的。 他再次自言自语。 奇怪。 第二天, 不知道这两位英国旅客是否发生过口角, 两人没怎么说话。 波罗先生感觉那位姑娘心事重重地, 眼睛周围也有了轻韵。 大约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火车忽然停了。 大家都把脑袋探出窗外, 几个人聚在轨道旁, 看着餐车下方, 指指点点的。 波罗也探出头, 询问匆匆经过的列车员。 那人回答完, 波罗缩回脑袋转过身, 差点撞到站在他身后的玛丽德贝纳姆小姐。 怎么了? 玛丽小姐急促地用法语询问着。 为什么停车了? 没事, 小姐, 餐车下面有什么东西着火了, 火势不严重, 已经熄灭了, 他们正在抢修, 不要担心, 没有危险。 玛丽小姐做了个不太淑女的手势, 仿佛想把危险事故丢到一边, 把那当作无关紧要的事。 是的, 我明白, 可是时间? 时间? 没错, 会延误的。 哦, 有可能, 没错, 可是我们不能误点, 火车应该在六点五十五分到达, 可我还得穿过波斯布鲁斯海峡 到对岸去坐九点钟的 新普朗东方快车, 如果晚一两个小时, 就赶不上那趟列车了, 这倒是有可能的。 没错, 波罗好奇地看着玛丽小姐, 玛丽小姐握着窗口栏杆的那只手, 有些不稳, 嘴唇也在哆嗦着。 这对你很重要吗? 小姐? 是的, 很重要。 我, 我必须赶上那趟车。 玛丽小姐从波罗先生身边走开, 去过道找阿巴斯诺特上校了。 然而玛丽小姐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十分钟之后, 火车又开动了, 到海德帕萨的时候只晚了五分钟, 损失的时间在途中补了回来。 波斯布鲁斯海峡风高浪急, 波罗先生很不舒服, 他在船上和同行的旅伴分开了, 没有再见到他们。 到达加特拉大桥之后, 他静止坐车, 去了托卡林旅馆。 未知是黑暗中一扇锁闭的门。 所有人都能在这扇锁门。 钥匙就在。 午夜文库。 聆听之前, 没有真相。 播讲李野木, 录音合成, 音乐。 在托卡林旅馆, 波罗要了一个带浴室的房间, 接着走向门房的写字桌, 问有没有自己的信件。 有三封信和一封电报。 看见电报时, 波罗先生微微地抬了抬眉毛, 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他像平时那样灵巧, 从容地打开电报, 印刷的电文清楚, 明显。 你预测的卡斯纳案件, 有了突破进展, 请速回。 犯人。 波罗气恼地嘟囔着, 看了一眼挂钟, 然后他对门房说, 我今天晚上就得走。 新普朗东方快车, 什么时候开? 九点钟, 先生。 你能帮我买一张卧铺票吗? 没问题, 先生, 每年的这个时候, 买票都不难, 火车差不多都是空的。 头等箱, 还是二等箱? 头等。 呃, 好的, 先生, 那么您要去哪儿呢? 伦敦。 好的, 先生, 我会给您买一张到伦敦的票, 在斯坦布尔加莱车厢, 为您订个卧铺。 波罗又看了眼挂钟, 七点五十分。 我还来得及吃饭吗? 肯定来得及, 先生。 比利时小个子点点头, 他退了房, 穿过门厅来到餐厅。 点餐的时候, 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 老朋友, 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啊。 说话的是个矮胖老人, 头发像刷子一样支棱着, 正开心地笑着。 波罗跳了起来。 哦, 布克先生, 波罗先生。 布克先生是比利时人, 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 跟这位比利时警方的昨日之星相识多年。 布克先生说, 这次算是离家远行了吧, 亲爱的。 呃, 在叙利亚有一天小事。 啊, 所以你是要回家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啊, 太好了, 我也是。 我要去洛杉短办些事。 你是要坐新普朗东方快车吗? 呃, 是的, 我刚刚让他们买了一张卧铺票, 本来打算在这儿待几天, 可是我接到了一封电报说, 有重要的事情要我赶回英国去。 哎, 布克先生叹了口气, 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如今你在你们那行算是登峰造极了, 老朋友。 呃, 可能是有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小成就吧。 哈克尔波罗极力让自己显得很谦虚, 但是显然他的这种努力失败了。 布克先生大笑了起来。 哈, 那么我们待会儿见。 哈克尔波罗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那座小胡子沾到汤汁。 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后, 波罗环视四周, 等着他的下一道菜。 餐厅里只有六个人, 其中两个人引起了哈克尔波罗的注意。 这两个人坐在离他不远的桌子旁, 年轻一点的三十岁上下, 长相讨人喜欢, 明显是个美国人。 然而让这个小个子侦探感兴趣的, 却是这个年轻人的同伴。 那个男人六七十岁, 从远处看, 俨然一副慈善家的和善面孔, 有点秃顶, 圆圆的额头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假牙, 这些都展示了他随和的性格。 只是那双小眼睛露了下, 眼窝深陷, 眼神十分狡诈。 还不止这些, 他跟他年轻的同伴说话的时候, 扫了一眼房间, 瞪了波罗片刻。 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 恶毒的神情, 还透着不自然的紧张。 随后, 他站起身, 说, 结账去, 奥克托。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柔软中, 含有古怪和危险的意味。 波罗在休息室遇见他的朋友布克先生的时候, 之前的那两个人正准备离开旅馆, 他们的行李被送到了楼下, 年轻的那位在打理着这些事。 没多久, 他打开玻璃门, 说, 都准备妥当了, 勒切他先生。 那老人嘟囔了一句, 表示知道了, 接着便走了出去。 波罗问自己的朋友, 那么你怎么看这两个人呢? 布克先生说, 他们是美国人。 的确是美国人。 我是说, 对他们的性格, 你怎么看呢? 呃, 那个年轻人挺有礼貌的。 另一个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的朋友, 我没怎么留意那个人。 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你呢? 哈克波罗停了一会儿, 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餐厅, 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只野兽, 一只凶残的野兽, 从我身边窜了过去。 凶残的, 你明白吗? 可他看起来是一副受人尊敬的样子。 没错, 他的身体, 就是那笼子, 怎么看都那么令人尊敬, 可是透过栏杆, 那只野兽却正盯着你。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我的朋友, 也许是吧, 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那种邪恶的东西, 跟我擦肩而过的感觉。 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吗? 就是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 好了, 伯克先生愉快地说, 可能你说得对, 这世界上邪恶的东西太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开了, 门房朝他们走了过来, 一脸的忧虑和抱歉。 他对波罗说, 这太不寻常了, 先生, 火车上没有头等箱的卧铺票了。 什么? 伯克先生喊出了声, 这个时候? 肯定是旅游团, 要不就是政客出访什么的。 我不清楚, 先生, 门房恭敬地对伯克先生转过身, 可是, 的确没有票了。 好吧好吧, 伯克先生转身对波罗说, 别担心我的朋友, 我们会安排好的。 十六号卧铺房总是空的, 那是列车员说了算的。 伯克先生笑了笑, 看了一眼挂钟, 走吧, 我们出发。 伯克先生在火车站, 受到了身穿棕色制服的列车员的真诚欢迎。 啊, 晚上好, 先生, 您的房间是一号房间。 他叫了搬运工, 在半途中接过他们的行李, 一路沿着车厢走过去, 车身上的贴牌注明了目的地, 斯坦贝尔至德里亚斯特至加莱。 我听说今天的卧铺都满了, 太不可思议了, 先生, 全世界的人都选择在今天晚上旅行, 不管怎样, 你都得帮这位先生找一间卧铺房, 他是我的朋友, 啊, 他可以住在十六号房。 可是, 十六号房也已经有人了, 先生。 什么? 十六号房也有人了? 他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列车员笑了, 他是个脸色发黄的高个子中年人, 是的, 先生, 就像我跟您说的那样, 车里已经是满满的了, 到处都是人。 怎么回事? 托克先生气呼呼呼地质问着, 是什么地方开会? 还是旅游团? 啊, 不是的, 先生, 这纯属巧合, 刚好很多人都选择了今天晚上搭乘这趟火车。 托克先生声气地感叹了几声, 在贝尔格莱德会加一截从雅典开过来的车厢, 还有一截布加勒斯特到巴黎的车厢, 可是我们明天晚上才能到贝尔格莱德, 今天晚上是个问题。 二等卧铺也没有空位了吗? 二等卧铺有一个, 先生, 好吧, 那就, 但是那是个女士卧铺, 而且已经有一位德国女士在里面了, 是一个女仆。 哎呀, 真不巧, 托克先生很烦恼, 波罗说, 不要烦恼了, 我的朋友, 我坐普通车厢就可以, 不行, 不行。 托克先生再次转向列车员, 旅客都到齐了吗? 嗯, 其实, 还有一位旅客没有到, 列车员面带迟疑, 说话慢吞吞的, 说下去, 二等卧铺的七号房, 现在差四分钟九点, 而那位先生还没有来, 那个人是谁? 呃, 是一个英国人, 列车员查了查他手里的名单, 姓哈里斯。 波罗说, 这个名字是个好兆头, 根据我的迪庚斯小说, 这位哈里斯先生不会来了。 托克先生说, 把这位先生的行李搬到七号房间, 如果那个哈里斯先生来了就对他说他来晚了, 我不可能为他留得太久, 到时候我们再设法另行安排, 我干嘛要在乎这位哈里斯先生呢? 啊, 全听您的吩咐, 列车员给波罗的搬运工指了路, 自己则闪到车厢踏板的一边, 请波罗上车, 在最里面倒数第二间, 先生。 波罗缓缓缓地沿着过道走过去, 大部分旅客在自己的房间外面站着, 波罗先生像钟表那样有规律, 而且有礼貌地说着一连串的对不起, 最后终于走到了指定的房间。 里面有人正在伸手拿行李, 正是在托卡林旅馆见到的那个年轻的高个子美国人。 看见波罗进来, 这个年轻人皱了皱眉头, 呃, 对不起, 我想你弄错了。 接着他又用法语费力地重复了一遍, 波罗用英语回答他, 你是, 阿里斯先生吗? 不不, 我叫 麦克林, 呃, 我, 但就在这个时候, 列车员的声音从波罗的尖头传了过来, 那是一种带有歉意的, 而且急促的声音。 啊, 火车上没有别的卧铺了, 先生, 呃, 这位先生只能住在这儿了。 说这话的时候, 列车员拉起了过道上的窗户, 把波罗的行李拎了进来。 波罗对列车员语气中的歉意, 饶有兴致, 这个人肯定答应给列车员一笔不菲的小费, 好让自己不受其他旅客的打扰, 独自享用这个房间。 可是, 再慷慨的小费也不定用了, 因为公司的董事上了火车, 并且下了命令。 列车员把箱子放在行李架上, 然后走出了房间。 呃, 都放好了, 先生, 您住在上铺, 七号房, 火车一分钟之后就开动了。 说完, 他沿着过道匆匆走开, 波罗走进了房间。 他愉快地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列车员亲自摆放行李, 这真是闻所未闻啊。 他的美国旅伴笑了笑, 显然这位年轻人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 也许他觉得再追究此事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说, 呃, 这列火车真是坐无虚席啊。 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 火车头也凄凉地长笑一声, 两个人都从房间来到过道上, 外面有个声音在大声地喊着, 上车! 麦克林说, 车开了, 但是火车并没有开动, 又传来了一声汽笛。 年轻人忽然开口了, 呃, 我说, 先生, 如果您愿意睡下铺, 如果方便的话, 别客气, 我都行。 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波罗连忙谢绝, 哦, 不不不, 我不能, 没关系, 您太客气了。 两个人谦让着, 波罗解释说, 只是一个晚上, 到贝尔格莱德, 哦, 我明白了, 您在贝尔格莱德下车。 哦, 也不全是, 你知道, 这是火车猛然一动, 两个人被晃到窗口, 看到灯火通明的站台, 缓缓地从他们身边远去。 东方快车开始了, 围期三天的贯穿欧洲之旅。 午夜门库, 聆听之前, 没有真相。 第二天, 波罗稍晚了一些, 才去餐车吃午饭。 他起得很早, 一个人吃了早饭, 整个上午都在阅读那些, 让他回伦敦办案的文件, 没怎么见过他的旅办。 餐车里, 波克先生已经坐在了桌边, 他招呼波罗, 坐在自己对面的空位子上。 波罗坐了下来, 马上发现自己正坐在最佳位置上, 头一个享受餐点, 而且种类丰富, 味道出奇地好。 直到他们开始享用美味的奶油干烙的时候, 波克先生的注意力, 才从美味佳肴, 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来。 人在吃饭的时候, 感慨最多了。 波克先生叹了口气, 如果我有巴尔扎克的文笔, 就能好好地描述一下这番景象了。 说到这儿, 他挥挥手。 波罗说, 那倒是个不错的想法。 你也同意吗? 我想还没有人写过吧。 不过, 这适合传奇的氛围, 我的朋友, 我们周围的人,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年龄段, 三天的旅程, 把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 在同一个屋顶下吃住, 谁也离不开谁。 而三天后, 他们各奔东西, 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 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 不不不, 我的朋友, 你觉得这很糟, 是吗? 我同意, 我们只是暂且假设一下。 那么, 这儿的所有人 没准就被死亡联系在一起了。 啊, 再来点酒吧。 不可先生, 连忙争取酒来。 你的话太吓人了, 我的朋友, 也许是消化不良了。 的确, 波罗表示同意, 叙利亚的食物, 也许不大适合我的胃。 他抿了一口酒, 然后向后一靠, 环视着餐厅陷入沉思。 这里坐了十三个人, 正如布克先生所说, 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他开始研究起这些人们。 他们对面那一桌, 坐着三个男人, 他猜这三个男人是独自旅行的, 经过餐车服务员的准确判断之后, 被安排在那里。 一个高大有黑的意大利人, 正起劲地踢着牙。 他对面是一个受血而整洁的英国人, 一看就知道, 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 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 英国人旁边是个大块头美国人, 穿着俗气的西装, 可能是个旅行推销员。 要做就做那。 他的声音洪亮, 鼻音浓重。 意大利人拔出牙签, 随意地捏着。 啊, 当然, 只是时间问题。 英国人看着窗外, 咳嗽了几声。 波罗转过视线。 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鼻挺地坐着一位他见所未见的丑到极点的老太太。 那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丑陋。 与其说令人厌恶, 还不如说是令人不解。 这位老太太腰板挺得很直, 脖子上戴着一条硕大的珍珠项链, 看着不像是真的。 两只手戴满了戒指, 貂皮大衣披在肩上, 一顶小巧珍贵的无颜丝绒帽, 和下面那张蜡黄的癞蛤蟆似的脸极不相称。 他正在跟餐车服务员说话, 声音清晰礼貌, 但透着一种专横。 老家, 请在我的房间, 放一瓶矿泉水和一大杯橙汁。 哦, 晚餐我要炖鸡肉, 不加盐, 再要一点白煮鱼。 服务员恭敬地回答会照做。 老太太礼貌性地微微点一点头, 站起身, 正好迎上了菠萝的目光。 她一副贵妇人的气派, 冷漠地扫了菠萝一眼。 布克先生小声地介绍着, 那是德拉格米罗夫公主, 俄国人。 她的丈夫在革命之前, 把所有的财产都变成了现钱, 投资到海外。 如今公主非常富有, 环游世界, 四海为家。 波罗点点头, 他听说过这位德拉格米罗夫公主。 布克先生接着说, 是个名人, 丑成那副样子还要引人注目。 你说对吧。 对此, 波罗表示认同。 波罗先生继续打量着餐车, 在另外一张大桌子旁边, 玛丽·德贝纳姆和另外两个女人坐在一起, 其中一个是高个子的中年妇女, 穿着方格子上衣和粗花泥裙子, 一头浅黄色的头发像个大面包似的奇怪地盘在脑后。 她戴着眼镜, 一张和蔼可亲的长脸像山羊。 但女人正在听一个结实的满脸笑容的老女人说话。 后者的声音清晰缓慢而单调, 完全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 所以我女儿说, 哎呀, 美国的方法在这儿行不通, 懒惰是这个民族的本性, 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头。 你要是知道我们那儿的大学的情形, 仍然会很惊讶。 他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 没什么比教育还重要, 我们应该教东方人认清我们西方的思想。 那我女儿还说? 列车钻进了隧道, 这女人平淡单调的声音淹没其中。 旁边一张小桌旁坐着阿巴斯诺的上校, 独自一人, 他紧紧地盯着玛丽·德贝纳姆的后脑勺。 他们没有坐在一起, 可其实座位并不难安排。 这是为什么呢? 波罗想, 也许是玛丽小姐不愿意, 家庭教师总是很小心的, 外表举止很重要。 一个靠此生活的女孩得格外谨慎。 波罗的视线转向了车厢的另一边, 车厢尽头靠着墙壁, 坐着一位身穿黑衣, 面无表情的宽脸中年妇女。 波罗猜, 这也许是个德国人或者斯坦迪纳维亚人, 多半就是列车员说的那个德国女仆。 波罗的目光越过这位女仆, 看到一对身体前倾, 谈笑风生的情侣, 男人穿着宽松的花泥英式服装, 但不是英国人。 波罗只能看见这个男人的后脑勺, 但是脑袋的形状和肩膀的模样, 透露出此人身形魁梧, 云衬。 这男人突然转过头, 波罗看到了他的侧面, 那是一个英俊的三十多岁的男人, 续着一大座漂亮的胡子。 他对面的那位是个妙龄女郎, 也就二十岁, 这女郎穿着黑色紧身的小外套和裙子, 白断衬衫, 小巧时髦的黑帽子, 很别扭地戴在头上。 这女孩长着一张精致的外国人的脸, 皮肤白皙, 棕色的大眼睛, 乌黑的头发, 修剪过的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手指, 夹着一根长烟嘴香烟, 带着一枚香祖母绿的白金戒指, 无论长相还是声音都十分的娇媚。 波罗嘀咕着, 很漂亮啊, 是夫妻吗? 嗯? 布克先生点点头, 我想是匈牙利大使馆的, 天造地设的一对。 车厢里还有两个人在吃饭, 波罗的旅伴麦克林和他的主人雷切特先生, 后者面朝波罗坐着, 于是波罗再一次研究起那张讨人厌的脸来, 那对眉毛和恶毒的小眼睛都流露出假人假意。 不用说, 布克先生看出了老朋友表情的变化, 你再看你的野兽吧。 波罗点点头, 波罗的咖啡端上来的时候, 布克先生站起身, 他比波罗吃得早, 结束得也早。 他说, 我回房间了, 等一会儿过来聊天吧。 非常乐意。 波罗喝着咖啡, 还点了一杯甜酒, 服务员捧着他的钱盒子, 各个桌子收费。 这时, 那位年长的美国太太, 尖利而哀怨地说了起来, 我女儿说, 买本餐券就省得麻烦了, 一了百了, 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得付一成的小费, 才给一瓶矿泉水, 那水还有一股子怪味道, 而且他们连伊云和威兹都没有, 真是奇怪。 山羊领太太解释说, 没错, 他们只能, 你怎么说的来着, 提供本国的水, 真是奇怪。 那位美国太太十分不满地 看着桌上那些找给她的零钱, 看可她给我的这些奇形怪状的玩意儿, 迪纳尔还是什么, 看上去就像是一堆垃圾, 我女儿说。 玛丽德贝纳姆小姐向后推开椅子, 站起身, 向另外两个人微微点一点头, 走了。 阿巴斯诺特上校也起身, 跟在后面出去了, 那位美国太太收起了她十分厌恶的零钱, 和山羊脸太太一前一后地走了, 那对匈牙利恋人也离开了。 除了波罗, 勒切纳尔和麦克林餐厅里别无他人了。 勒切纳跟他的同伴说了几句话, 那年轻美国人便站起来离开了餐厅。 接着, 勒切纳也站了起来, 但是他没有和麦克林一同出去, 而是出人意料地坐到了波罗对面的椅子上。 能借个火吗? 他的声音很柔和。 我姓Lichet。 波罗微微欠了欠身, 伸手进口袋, 掏出一盒火柴递了过去, 可是对方接过去后并未点燃。 他接着说, 我想我正在有幸跟赫赫有名的赫克伯罗先生说话, 对吗? 波罗又欠了前身, 呃, 您所知正确, 先生。 在那个人再次开口说话之前, 侦探早已经留意到对方那双古怪而精明的眼睛正在打亮着自己, 在我们国家说话一向开门见山, 波罗先生。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一个委托。 霍克伯罗扬了扬眉毛。 呃, 先生, 如今我的顾客十分有限, 我很少接案子了。 啊, 当然, 我明白。 不过, 波罗先生, 这可是一大笔钱。 他用柔和, 而且颇具说服力的嗓音重复着。 一大笔。 波罗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那么, 您想让我为您做什么呢? 啊, 雷奇特先生。 波罗先生, 我是个有钱人, 非常有钱, 高处不生寒。 我有个敌人。 只有一个敌人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啊, 先生, 以我的经验来看, 如果一个人到了你说的那个地位, 万万不只有一个敌人吧。 听到波罗的回答, 雷奇特松了口气, 他赶紧说, 啊, 没错, 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一个或多个敌人都没有关系, 要紧的是我的安全问题。 安全? 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波罗先生, 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的人。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型的自动手枪, 在波罗眼前晃了晃, 冷冷地继续说着。 我认为自己还不至于找人暗算, 但是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万无一失。 我认为你值得我支付这笔钱, 波罗先生, 请记住, 这可是一大笔钱。 波罗沉思着注视了对方好一阵子,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对方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最后他终于开口说, 呃, 很遗憾, 先生, 我不能答应你。 那人精明地看着波罗, 你开个架钱。 波罗摇摇头, 不明白, 先生, 我在事业上很走运, 我挣到的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现实需要和种种任性的想法, 所以我现在只接受我感兴趣的案子。 你可真有勇气, 那么两万美元能打动你吗? 不能, 如果你还想多要, 那可不成, 我是个识货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 勒切特先生。 那么, 我的提议有什么问题吗? 波罗站起身, 容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我不喜欢你的这张脸, 勒切特先生。 说完, 他就离开了餐车。 新普朗东方快车于当晚八点四十五分抵达贝尔格莱德, 预定在九点十五分再次开动。 于是波罗下车到了站台上, 可是他并没有停留多久, 天气太冷了, 外面下着大雪, 即使站台上有顶棚也不顶用。 他返回自己的房间, 正在站台上搓手跺脚取暖的列车员对他说, 您的行李已经搬到一号房间去了, 先生, 也就是不客先生原来住的那一间。 那么波罗先生去哪儿了呢? 他搬到刚刚挂上的从雅典来的车厢里去了。 波罗去找自己的朋友, 波罗先生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 没事, 没事没事, 这样更方便吗? 你直接去英国, 所以最好待在去加莱的车厢里。 哎呀, 我在这儿很好, 安静极了, 车厢空空的, 只有我和一个小个子希腊医生。 啊, 我的朋友, 这个晚上真是, 他们说很多年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但愿我们不会被大雪堵在路上。 真要是那样的话, 我对你说, 我可是受不了了。 九点十五分, 火车准时驶出车站。 过了一会儿, 波罗站起来和朋友道晚安, 然后沿着过道返回自己新的车厢。 这间车厢在火车前端挨着餐车。 旅程的第二天, 大家的隔阂逐渐打破了, 阿巴斯诺特上校正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和麦克林聊天。 一看到波罗, 麦克林马上停了下来, 满脸的惊奇。 啊, 他大声地说, 我以为你下车了, 你说你要在贝尔格莱德下车的。 你误会了我。 波罗微笑着, 我记得我们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火车刚好从斯坦布尔开动, 但是老兄, 你的行李不见了, 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哦, 我明白了。 他继续跟阿巴斯诺特上校说起话来, 而波罗则沿着过道继续往前走。 在离他房间两扇门远的地方, 那个美国老女人正站着跟山羊脸太太说话。 这个美国老女人是哈伯特太太, 而那位山羊脸太太是位瑞典人。 哈伯特太太硬塞给山羊脸太太一本杂志, 没事儿拿着吧亲爱的, 我还有好多别的可以看呢。 哦, 感冒可真吓人。 他友好的冲波罗点了点头。 瑞典太太说, 你真是太好了, 没关系, 希望你能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早上头就不那么疼了。 只是天气太冷了, 我去泡一杯热茶。 你有阿斯匹林吗? 真的有? 我这里可多的是, 那好吧, 晚安, 亲爱的。 对方离开之后, 哈伯特太太转向波罗, 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 真可怜, 是个瑞典人, 据我所知是个传教士之类的人, 教学的, 是个好人, 可是不怎么会说英语, 他最爱听我跟他说我女儿的事情了。 此刻波罗已经知道了哈伯特太太女儿的全部情况, 而且火车上每一个懂英语的人都知道了。 哈伯特太太和丈夫在施迈拿一所很大的美国大学里工作, 这个哈伯特太太是第一次来东方旅行, 她对土耳其人极其草率, 邋遢的行为方式, 还有他们的路况等等都有不少的看法。 两人正说着话, 他们旁边的那扇门打开了, 那个销售苍白的男仆走了出来, 波罗瞥见房间里面, 勒起的先生正坐在床檐儿, 看见波罗, 他神情都变了, 沉下了脸, 随后门关上了。 哈伯特太太把波罗稍稍往旁边拉了一下, 你知道, 我怕死那个男人了, 哦, 不是说的那个男仆, 是另一个, 他的主人, 那确实是个主人, 哦, 那个人有问题, 我女儿总是说我的直觉很准, 妈妈的预感准得不得了, 这是我女儿说的, 我对那个人有一种预感, 他住在我隔壁, 我真害怕, 昨天晚上我把行李箱顶在连通门上了, 我觉得我听见他转动门把守了, 要知道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个杀人犯, 就像你读过的那种火车大道, 那我可一点都不奇怪, 我这么说可能很蠢,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我被那个人吓死了, 我女儿说我这次旅行会很愉快, 可是不知怎么的,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这么说是不是很蠢呢, 但是我觉得好像会有事情发生,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哦, 那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受得了, 去给那个男人当秘书, 我真是不明白, 这时阿巴斯诺特上校和麦克林正从过道上朝他们俩走过来, 麦克林边走边说, 来我的房间吧, 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聊够, 我想弄明白你们关于印度的政策是, 两个人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进了麦克林的房间, 哈勃的太太向波罗道了晚安, 哦, 我想我要上床看书, 睡觉了, 晚安, 哦, 晚安, 太太, 波罗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就是麦克林的前面的一间, 他脱了衣服, 上了床, 看了大约半个钟头的书, 就关上了灯, 几小时后, 他醒了, 被惊醒了, 他知道是什么惊醒了自己, 一声很响的声音, 差不多可以说是喊叫了, 那声音近在咫尺, 与此同时, 电铃骤然叮当大响, 波罗下床扭亮了灯, 他意识到火车停了, 可能是到站了, 喊叫声, 吓了波罗一跳, 他记得隔壁房间住的是Latchet, 他下床打开门, 正巧列车员匆匆从过道走来, 敲了敲Latchet的门, 波罗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 向外观察着, 列车员再次敲了敲门, 铃声响了起来, 指示灯显示是远处的另外一个门, 列车员扭过头看了一眼, 这个时候, 隔壁房间里有人喊了一声, 说的是法语, 啊, 没事, 我按错灵了, 啊, 好的, 先生, 列车员又快步跑去敲刚才亮灯的那扇门, 波罗回到床上, 放心地关了灯, 他看了一眼手表, 正好差二十三分一点, 波罗觉得一时之间难以入睡, 首先是没有了火车的晃动, 如果外面是个车站, 那也实在太安静了, 相比之下, 火车里面的声音倒是异常的响亮, 他能够听见Legid在隔壁的动静, 走动声, 按水龙头的咔塌声, 自来水的流动声, 水溅出来的声音, 然后水龙头又咔塌一声关上了, 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 有人塌了着卧室脱鞋走了过去, 赫魁波罗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外面的车站怎么这么安静呢, 他喉咙发干, 忘记要一瓶矿泉水了, 他又看了看手表, 一点十五分, 他想按铃向列车员要一瓶矿泉水, 手指刚要伸向电铃, 又停下了, 在寂静中, 他听见叮的一声, 列车员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铃声, 叮叮叮, 铃声响了又响, 列车员在哪儿, 有人不耐烦了, 叮, 无论那个人是谁, 他仍然在固执地按着铃, 突然, 过道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列车员来了, 敲了敲, 波罗房间不远处的一扇门, 然后传来了说话声, 列车员的声音, 恭敬而抱歉, 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一再坚持, 而且喋喋不休, 那是哈伯特太太, 波罗暗自发笑, 这场口角持续了一阵子,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口角的话, 哈伯特太太和列车员的说话比例是九比一, 最终事情似乎是解决了, 波罗清楚地听见晚安太太, 还有关门声, 她的手指按了按电铃, 列车员立刻出现了, 满头大汗又闷闷不乐, 请帮我拿一瓶矿泉水吧, 好的, 先生, 大概是因为波罗冲她眨了眨眼睛, 列车员肃起委屈了, 那个美国老太太, 她, 她怎么了? 列车员擦了擦额头, 您想想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她坚持说死活坚持, 说她房间里有个男人, 您想想先生这么小的地方, 列车员用手比划了一圈, 一个男人能藏在哪儿呢? 我跟那位太太争辩了一下,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那位太太坚持说, 她醒了以后发现有一个男人在那儿, 于是我只好问, 这个男人怎么能出去之后, 还能把门再拴上呢? 可是那位太太就是听不进去, 好像嫌我们还不够麻烦似的, 这场大雪, 你说大雪? 是啊先生, 您没有注意到吗? 火车停了, 我们被困在雪堆里了, 天知道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待了七天, 那么我们这会儿是在哪儿呢? 在文克斯区和布洛德之间, 哦, 波罗很苦恼, 列车员退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带回了矿泉水, 晚安先生, 波罗喝了一杯水, 好让自己安静地睡着, 快要睡着的时候, 他又被惊醒了, 这一次好像是什么很重的东西, 砰的一声, 撞在了他的门上, 他跳起来打开门往外看, 什么都没有看到, 可是在右边, 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过道上, 有个裹着一件新红色和服式睡衣的女人走开了, 在另一端, 列车员坐在小椅子上, 正在一张大纸上填写着什么, 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肯定是发神经怒, 波罗说着又回到了床上, 这次他一觉睡到了早上, 第二天, 波罗先生醒来的时候, 火车仍然停止不前, 他拉开窗帘向外看, 只见火车周围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他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九点多了, 九点四十五分, 他和平时一样, 一身整洁而时髦的打扮, 向餐车走去, 里面一片哀声叹气, 旅客们之前可能存在的任何隔阂, 已经完全打破了, 所有人被一个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了一起, 哈巴的太太正在高声吵闹着, 我女儿还说,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 坐上火车就直接到帕鲁斯了, 现在我们可能要在这困上好几天, 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 我还能赶上吗? 我甚至都不能打个电报去退票, 哦, 我气得都不想再说这个了, 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要紧的事, 大块头美国人说, 真是太糟糕了, 太太, 还安慰地说火车还是有希望把时间补上的, 瑞典太太抽气地说, 我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我, 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他们, 他们会怎么想呢? 肯定会认为我出事了。 玛丽·德贝纳姆小姐问道, 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 没人知道吗? 她的声音里有种不耐烦, 但波罗注意到, 托勒斯快车停车检查的时候, 她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已经消失不见了。 哈巴特太太又说了起来, 这火车上没有人了解情况, 也没有人想要做点事, 只是一群没用的外国人, 要是在我们的国家, 至少有人会想办法做点什么。 阿巴斯诺特上校转向波罗, 小心谨慎地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说, 你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吧? 先生, 你能说一下? 不不不不, 波罗微笑着打断了他, 他用英语说, 我不是, 你把我和我的朋友, 波克先生弄混了。 啊, 对不起, 没关系, 这很正常, 我现在住在他之前的房间里。 波克先生不在餐车里, 波罗四处看看, 还有谁不在? 德拉格米洛夫公主和那对匈牙利情侣都不在, 还有雷切特和他的仆人, 以及那个德国女仆也不在。 瑞典太太擦了擦眼睛, 我真傻, 这么不争气地哭鼻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他的这种基督教精神, 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 麦克琳心烦意乱地说, 这的确很好, 我们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 哈伯特太太眼泪汪汪地问, 我们究竟是在哪个国家呀? 得知这里是南斯拉夫之后, 他说, 啊, 一个巴尔干国家, 还能指望什么? 波罗对玛丽德贝纳姆小姐说, 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了, 小姐。 玛丽小姐耸了耸肩, 一个人还能做什么? 你真像个哲学家, 小姐, 那意味着一种超然而置身事外的态度。 我觉得我的态度更为自私,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不浪费感情了。 玛丽小姐的回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因为她甚至都没有看波罗先生一眼, 她的目光越过波罗, 停在窗外厚重的积雪上。 波罗礼貌地说, 你很坚强, 小姐, 我觉得你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坚强。 哦, 不, 不, 真的, 我知道有个人比我坚强得多, 那么这个人是……, 玛丽小姐好像突然醒悟过来, 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个陌生人, 一个外国人说话, 直到今天早上, 她也就跟这个外国人说过几句话, 于是她礼貌而疏远地笑了。 哦, 比如那个老太太, 可能你也注意到她了, 一位十分丑陋的老太太, 可是很有吸引力, 她只要举几个小手指头, 客气地说一句, 全车的人都得为她奔走。 他们也会服从我的朋友布克先生, 波罗说, 但那是因为她是这条线路的董事, 而不是因为她性格坚强。 玛丽, 德维纳姆小姐笑了, 一早上过去了, 包括波罗在内的几个人仍然留在餐车里, 此刻, 集体生活能让人感觉时间好过一些。 波罗听到了更多有关哈伯特太太女儿的事, 也听到了已经过世的哈伯特先生一辈子的习惯, 从早上起床吃古类早餐, 一直到晚上穿着哈伯特太太亲自给她织的睡袜睡觉等等。 波罗正在听那位瑞典太太混乱地讲述她的传教宗旨的时候, 一位列车员走进餐车来到她的身边。 打扰了先生, 什么事? 波克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劳驾去她那儿坐一会儿。 波罗站起身向瑞典太太道了歉, 然后跟着列车员走出餐车。 此人不是她自己车厢的列车员, 而是个皮肤白皙的高个子。 波罗跟着向导穿过自己车厢的过道, 来到下一届车厢的过道上。 那人敲了敲门, 然后站在一旁请波罗进去。 这不是波克先生自己的那个房间, 这是个二等车厢。 选这间也许是因为它面积更大一些, 不过仍然给人以拥挤的感觉。 波克先生坐在对面角落的一个小座位上。 对面靠窗的角落里是一个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 正在望着窗外的雪。 车厢里还有身材高大, 穿蓝色制服的列车掌, 以及波罗自己车厢的列车员。 这两个人站在那儿几乎堵住了波罗的去路。 啊, 我的好朋友, 波克先生喊着, 请进来吧, 我们需要你。 窗边的小个子男人在座位上移了移, 波罗才得以从另外两个人中间挤过去, 坐到他朋友的对面。 波克先生脸上的表情, 让波罗强烈地感觉到, 肯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出什么事了? 问得好, 首先是这场雪, 这次堵塞, 而现在又, 波克先生顿住了, 列车员发出了压抑的喘息声。 现在又怎么了? 现在又有一个旅客死在了卧铺上, 被刺死了。 波克先生带着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说着。 一个旅客, 哪一个呢? 一个美国人, 他姓,姓, 波克先生翻查了一下面前的笔记, Legit, 不错, 是姓Legit的吧。 是的, 先生。 列车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波罗看着这位列车员, 对方面如死灰。 波罗说, 你还是让他坐下吧, 不然他要晕倒了。 列车长挪了挪身子, 列车员一屁股跌坐在角落里, 把脸埋进手中。 波罗说, 呃, 事情很严重, 确实非常严重。 首先, 谋杀本身就是最严重的灾难, 然而不仅是这样, 现在情况非同寻常, 我们被困在这里, 可能会待上几个小时, 不是几个小时, 而是几天。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每经过一个国家, 几乎都有该国的警察在车上, 但是南斯拉夫, 没有。 你明白了吗? 处境, 其实很难啊, 还有更糟糕的, 康斯坦丁医生, 我忘记介绍了, 康斯坦丁医生, 波罗先生。 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 弯了弯腰, 波罗也回了理。 康斯坦丁医生认为,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 凌晨一点钟。 医生说, 在这个问题上, 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 不过我想, 我能够断定死亡时间是在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那么最后一次看到Litch的先生活着是什么时间呢? 据说, 一点二十分的时候, 他还跟列车员说过话。 没错, 我亲耳听见了那次谈话。 这是已知的最后一个消息吗? 啊, 是的。 波罗转向医生, 医生继续说着。 Litch的房间的窗户是大厂着的, 这不由得让人猜测, 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 但是我认为开窗是个假象, 任何人跳窗逃走都会在雪地上留下明显的脚印, 但是并没有。 那么谋杀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这个问题, Mischer, 你来回答。 列车员站了起来, 仍然是一脸的苍白和恐惧。 Buck先生命令着,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位先生。 列车员结结巴巴地说, 这位雷切特先生的仆人今天早上敲了好几次门, 但是都没有动静。 后来就在半小时前, 餐车服务员过来了, 他是想问问先生是否需要吃午饭。 这是十一点钟时的事情。 我用自己的钥匙给他开了门, 可是里面还有链条, 打不开, 也没有人应门, 里面静悄悄的, 很冷, 冷极了, 窗户是开着的, 雪花飘了进来。 我想先生也许生病了, 便叫来了列车长, 我们弄断了锁链进屋一看, 他, 哦, 太可怕了。 他又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 菠萝沉思着说, 门是锁上的, 里面也有锁链锁着, 不会是自杀吧? 嗯? 希腊医生讥笑着说, 一个人会朝自己身上刺十刀, 十二刀, 甚至十五刀自杀吗? 波罗睁大了眼睛, 太残忍了。 列车长第一次开口说话, 是个女人, 看样子肯定是个女人, 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丁医生陷入了沉思, 脸也皱成了一团, 呃, 那得是一个强壮的女人, 嗯, 我不愿意说复杂的技术性问题, 那只会更加混乱,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 有一两刀刺得很有力, 把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都刺穿了。 波罗说, 很明显, 作案手法很不科学, 还有更不科学的, 康斯坦丁医生接着说下去, 这么多刀都是随意乱刺的, 有几刀几乎只是滑了一下, 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看起来就像是有人闭着眼睛, 盲目而疯狂地乱刺一气。 是个女人, 列车长再次说, 女人就是这样, 生气气了, 很有力气。 她郑重地点点头, 大家不由地怀疑她对此是否深有体会。 波罗说, 我有件事可以供大家参考, 雷切特先生昨天跟我谈过话, 根据我的理解, 他说她正处于危险之中。 波克先生问, 干掉她, 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 对吗? 那么就不是女人了, 而是个歹徒, 或者持枪歹徒。 眼看着自己的理论被推翻了, 列车长一脸的痛苦。 波罗说, 如果是这样, 手法似乎太业余了。 而波克先生继续推行着自己的理论。 火车上就有一个美国大块头, 一个外表普通穿着糟糕的家伙, 嚼着口香糖。 我认为好人不会这么干。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听到他提问的列车员点了点头。 哦, 是的, 先生, 十六号房, 但是不可能是他, 不然我应该能看到他进出房间。 也许你没有看到, 也许, 我们稍后再深入地讨论, 问题是, 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 他看着波罗, 波罗回看了他一眼。 波克先生说, 好吧, 我的朋友, 你能理解我请你做的事情, 我了解你的才干, 你来指挥这次调查吧, 不不不, 别拒绝我。 你看, 对我们而言, 这非常的严重。 我是代表国际客车公司这样说的。 等到南斯拉夫警察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供解决方案, 那问题就简单了, 不然会拖延时间, 麻烦重重, 无辜的人也会被牵连其中, 谁知道呢? 然而如果你解开了这个谜题, 我们就可以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而这就是罪犯。 那么假如我解不开呢? 哦, 我的朋友, 波克先生的声音更加积极亲切了, 我知道你的名气, 也了解你的做事方式, 对你来说这是个理想的案子, 查查所有这些人的背景, 发现幕后的真相, 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无穷的麻烦。 可我不是经常听你说, 只要躺在椅子上思考一下, 就能够破案吗? 那么就这样做吧, 跟车上的旅客谈一谈, 看看尸体, 研究一下线索, 然后, 哦, 好了, 我相信你, 相信你绝不会乱夸海口的。 躺下来思考吧, 就像我常听你说的那样, 哦, 动动你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 你就会把答案想出来的, 好吗? 波克先生俯身向前, 充满深情地看着波罗, 波罗颇为激动地说, 你的信任打动了我, 我的朋友, 就像你说的, 这案子并不难, 昨天晚上我自己, 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些, 实际上我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 就在半小时之前我还在想, 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 将要面对很长一段无聊的时间, 而现在, 我已经有事可做了,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是的, 你就把案子交给我吧, 太好了, 我们都听你的调配, 首先我想要一个, 我还要看看他们的护照和车票, 尼西尔会给你这些的, 列车员离开了房间, 波罗问, 车上还有哪些旅客呢? 在这间车厢, 只有康斯坦丁医生和我, 从布扎勒斯特过来的车厢里, 只有一位跛脚的老先生, 他跟列车员很熟, 除此之外, 就是普通车厢了, 但是跟我们的关系不大, 因为昨天晚饭之后, 车门就被锁上了, 斯坦布尔加莱车厢前面, 就只有餐车了, 那么看起来我们好像得在斯坦布尔加莱车厢里寻找凶手了, 说到这儿, 他把头转向了医生, 我想你是这个意思吧, 希腊人点了点头, 说, 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 我们冲进了雪堆, 从那以后, 没人能离开火车, 布克先生板着脸, 说, 凶手就在我们身边, 现在还在这列火车上, 现在波罗先生要开始办案了, 他说, 首先, 我得和那位年轻的麦克林先生谈一谈, 他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当然, 布克先生转向了列车长, 请麦克林先生过来一下, 列车长离开了车厢, 列车员带着一达子护照和车票回到房间, 布克先生接了过去, 谢谢你, 米歇尔, 我想, 你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 稍后, 我们会正式听取你的证词, 那, 好的, 先生, 米歇尔也离开了车厢, 波罗说, 见过年轻的麦克林先生之后, 也许得请医生和我去一趟死者的房间, 那是当然的了。 我们在那里看完之后, 就在这个时候, 列车长带着Hokto Mike Quinn先生回来了, 布克先生站起身, 他愉快地说, 这里有点挤, 坐在我这儿吧, 麦克林先生, 波罗先生坐在你对面, 就是这样, 说到这儿, 他转向列车长, 把餐车里的人全部都请出去, 把餐车空出来, 由波罗先生使用, 波罗先生, 你在那里跟旅客谈话可以吧, 亲爱的, 好的, 那里再合适不够了, 波罗表示同意, 麦克林站在那儿, 瞧瞧这个, 看看那个, 他听不太懂, 连珠炮似的法语, 他吃力地用法语说, 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 波罗做出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示意麦克林先生坐在角落里, 他坐了下来, 再次发问, 呃, 为什么, 然后他停了下来, 换成了自己的语言, 用英语说, 车上发生什么事了, 出了什么事吗, 他又看了一圈房间里的人, 波罗先生点了点头, 对他说, 没错, 确实出事了, 你对这个打击, 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的主人, 雷奇特先生, 死了, 麦克林撅着嘴, 吹了一声口哨, 他眼睛一亮, 除此以外, 他脸上没有任何震惊和痛苦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他说, 这么说, 他们还是干掉他了,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麦克林先生, 麦克林犹豫着, 你是在假定, 雷奇特先生是被谋杀的吗, 不是吗, 这次, 这次倒是轮到麦克林表示惊讶了, 哦, 嗯, 是的, 他缓缓地说,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是说他只是死在睡梦之中吗, 哦, 这老头很强壮啊, 他的身体很强壮, 麦克林先生停住了, 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茫然无措, 波罗说, 呃, 不不不不, 你的假设非常正确, 雷奇特先生确实是被谋杀的, 是被刺死的,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这是一起谋杀, 而不是正常死亡, 麦克林又犹豫了, 呃, 我想我得搞清楚, 你到底是谁, 从哪来的, 我是受国际客车公司的委托, 波罗先生顿了顿, 然后补充说, 我是个侦探, 我叫, 活克, 波罗, 但是, 波罗先生并没有得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麦克林先生只说了一句, 哦, 是吗, 然后就等着波罗的下文了, 你也许听说过这个名字, 哦, 好像有一点印象, 不过我一直以为这人是个做女装的裁缝, 浩克尔波罗厌恶地瞅着麦克林先生, 这太不可思议了, 啊, 什么, 什么不可思议, 嗯, 没什么, 我们先说说眼前这件事吧, 我要你告诉我, 麦克林先生, 你所知道的关于死者的一切, 你是他的亲戚吗, 啊, 不, 我曾经是他的秘书, 这份工作你做了多久呢, 呃, 只有一年多, 请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那, 呃, 一年多以前, 我在波斯遇到了雷切特先生, 你在那儿做什么, 波罗打断了麦克林先生的话, 我从纽约到那儿调查石油特许权, 我想你也不愿意听我说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吧, 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处境很糟, 麦克林先生也在同一家旅馆, 刚刚跟他的秘书吵了一架, 于是他请我来做这个工作, 我答应了, 当时我无所事事, 很乐意接受这份现成的高薪工作, 那么, 从那以后呢, 我们到处旅行, 雷切特先生想环游世界, 可是语言不通, 于是我更像是个旅游团的导游, 而不是秘书, 生活倒是很愉快, 现在跟我详细地说一说, 你老板的情况, 年轻人怂了怂怂, 怂怂怂肩膀, 面露难色, 这可不容易说, 他全名叫什么, 啊, Samuel Edward Leachet, 他是美国公民吗? 是的, 那么, 他是美国什么地方的人呢? 这个我不知道 那么好吧 告诉我你知道的 真实的情况是波罗先生 我什么都不知道 Litchett先生从来不谈论自己 或者在美国的生活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知道 我猜他是羞于谈论自己的出身吧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个结论能令人满意吗 坦白地说 不能 那么Litchett先生有什么亲人吗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 波罗接着提问 你总得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麦库先生 啊 是的 确实 首先我认为 Litchett不是他的真名 我觉得他离开美国 肯定是为了逃避某些人 或者某些事 直到几星期之前 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的 那么后来呢 他开始收到了一些信件 恐吓信 你见过那些信吗 是的 我负责处理他的信 第一封信是两星期前收到的 这些信都销毁了吗 哦 没有 我的文件夹里还有两封 还有一封被Litchett先生愤怒地撕掉了 我要拿来给你吗 那太好了 麦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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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后 他回来了 在波罗面前放了两张极脏的信纸 第一封内容如下 你以为你骗了我们 你以为你骗了我们 能逍遥法外 是吗 绝对不可能 我们要干掉你 Litchett 我们一定会干掉你 没有署名 波罗只是扬了扬眉毛 为家评论 他拿起了第二封信 那上面写着 我们会带着你去兜兜风 Litchett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干掉你 明白吗 波罗放下了信 说 风格单调 比笔记还要差 麦库盯着他 波罗愉快地说 你看不出来 对这种事得有眼力的人才行 这些信不是一个人写的 麦库盯先生 是两个人 或者更多的人写的 每次各写一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 而且用的还是印刷体 这样鉴别起来就更难了 波罗先生顿了顿 然后又说 你知不知道 Litchett先生 曾经请我 帮助他 请你 麦库盯 那惊讶的语气 明确地告诉波罗 这个年轻人 对此事 一无所知 侦探 点点头 是的 他很惶恐 告诉我 他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反应 这下 隐藏了很多情绪 波罗 点了点头 接着问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 麦库盯先生 你可否诚实地告诉我 你对你的老板有什么评价 你喜欢他吗 嗯 赫克特 麦库盯先生 想了一会儿 然后终于回答说 不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 我说不清 虽然他一直对人很和气 麦库盯先生顿了顿 又说 但是说实话 波罗先生 我既不喜欢他 也不信任他 我敢肯定 他是个残忍而危险的人 虽然我得承认 我并没有任何理由 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 谢谢你 麦库盯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 你最后见到活着的 麦库盯先生 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 昨天晚上 他考虑了一下 应该说是 十点钟 我去他的房间 寄一些 备忘的事情 关于什么的 关于他在波斯买的一些 瓷砖 和股市淘气 收到货的时候 发现货不对版 双方已经通信 纠缠很久了 那是你 最后一次见到 勒切特先生 活着的时间吗 嗯 是的 应该是的 你知道勒切特先生 收到最后一封恐吓信 是在什么时候吗 是在 我们离开 君士坦丁堡的 那天早上 哦 我还要问你个问题 麦库盯先生 你跟你的老板 相处得好吗 年轻人忽然 两眼放光 这下我肯定要起 鸡皮疙瘩了 借用一本畅销书上的话 你抓不住我的把柄 勒切特先生和我 相处得不错 麦库盯先生 可否告诉我 你的全名 和你在美国的住址 麦库盯说了自己的全名 Hokto Villa的麦库盯 并写下了 他在纽约的地址 波罗靠回到靠垫上 我们先谈到这里吧 麦库盯先生 他说 如果你能对 勒切特先生的死讯 暂时保密 我将不生感激 但是他的仆人 Masterman 肯定会知道的 没准他已经知道了 波罗冷冷地说 如果是这样 请他管住自己的舌头好了 那应该不难 他是个英国人 宣称自己不与人交往 他看不上美国人 更看不上其他国家的人 那么 谢谢你 麦库盯先生 美国人 美国人 离开了车厢 怎么样 波罗靠先生问 你相信他的话吗 那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倒是诚实 叹帅 并没有因为自己 可能会有重大的嫌疑 而假装对自己的老板有好感 他说 雷切特先生并没有将曾经找过我 但是请求被拒绝了的事情告诉他 这应该是真的 不过我不认为这情况有什么可疑 我认为 雷切特先生是那种 在任何场合都守口如瓶的人 波罗靠先生快活地说 那么你认为 在这场谋杀中 至少有一个人是清白的了 波罗责备地看了波罗靠先生一眼 我嘛 不到最后一分钟 每个人都有嫌疑 他说 不过我得承认 我并不觉得这个清醒而冷静的 麦克林会失去理智 朝受害人刺上十二或者十四道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完全不符 没错 波罗靠先生沉思着说 只有怀着近乎疯狂的仇恨的人 才干得出这样的事情来 那种具有拉丁风格的人 否则就像我们的列车长所说的 凶手 是个女人 未知 是黑暗中一扇锁闭的门 所有人都能在这门 钥匙就在 午夜文库 聆听之前 没有真相 波罗跟着康斯坦丁医生 来到隔壁车厢被害人的房间里 列车员用自己的钥匙给他们打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 波罗转向同伴 问道 这间房子被弄乱过吗 呃 什么也没有动过 我验尸的时候十分小心 没有挪动过尸体 波罗点点头 环视四周 他的第一感觉是很冷 窗户被推开 窗帘也拉上去了 波罗打了个冷战 医生颇有同感地笑了 他说 我不想把窗子关上 波罗仔细地检查了窗户 然后宣称 你说的是对的 没有人从这里离开车厢 也许打开窗户是故意制造的假象 如果是这样 大雪 破坏了凶手的计划 他仔细地检查了窗框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 朝窗框上吹了一点粉末 完全没有指纹 这说明窗框被擦过了 就算有指纹也没有什么用 可能是勒切的先生 或者他的仆人 或者列车员留下的 现在的罪犯 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既然如此 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们还是关上窗户吧 这里已经变成冷库了 说完 波罗先生就关上了窗户 然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卧铺上 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 勒切他的尸体 仰面躺着 睡衣上血迹斑斑 扭扣被解开了 敞开的衣巾被翻到了背后 医生解释说 你知道的 我得检查伤口的性质 波罗点点头 俯身在尸体上方观察 终于他愁眉苦脸地指起药 他说 真是难看死了 一定是有人站在这 刺了一刀又一刀 究竟有几处伤口 我算出来是十二处 有一两处很轻 只是划破了点皮 但是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 医生的语气引起了波罗的注意 他眼神犀利地盯着医生 小个子希腊人站在那 瞪着尸体 困惑地皱着眉头 你觉得什么地方 有些古怪 对吗 波罗礼貌地问着 说吧我的朋友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让你想不通 你说得很对 希腊医生承认了 那么是什么呢 你看这两处刀伤 这儿 还有这儿 医生用手指着 伤口都很深 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断了 但是刀口的边缘没有裂开 血流的比正常情况下要少 这说明什么 人已经死了 死了没多久 在刺这几刀的时候 可这确实 太荒谬了 嗯 看来是这样 波罗 若有所思地说 除非我们的凶手 以为自己没有圆满的完成任务 于是又回来确定一下 但这显然很荒谬 还有吗 啊 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看这儿的这个伤口 在右臂下面 靠近右肩膀 你用我的钢笔 试一下 你能这样刺一刀吗 波罗举起一只手 然后说 没错 我明白了 用右手非常的困难 几乎不可能 那个人得反着刺 但是如果这一刀是用左手刺的呢 完全正确 波罗先生 这一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左手刺的 所以我们的凶手是个左撇子 不 情况还要更为复杂 是吗 你说对了 波罗先生 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用右手刺的 两个人 我们又说回两个人了 侦探嘟弄着 忽然又问道 那个时候 灯是亮着的吗 呃 这很难说 你知道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 列车员就会把灯关掉 开关会告诉我们的 说着波罗检查了顶灯和床头灯的开关 两者都是关着的 好吧 他沉思着 我们假设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凶手 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第一个凶手刺了被害人 然后关掉灯 离开房间 第二个凶手 摸合尽来 当然 这个凶手有可能是个男性 也有可能是位女性 并没有看见自己的任务已经被完成 于是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两刀 你怎么想 真了不起 小个子一声热忱地说着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很高兴 可是我听着 这完全像是胡说 那么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我正是这样问自己的 这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么 如果有两个凶手 会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想也许有 就像我说过的 有些刀伤说明了凶手的一个弱点 缺乏力量 或者信心不足 没有力量 只是划了几下 但是这儿的这一刀 还有这儿的这一刀 医生又用手指着伤口 这些刀伤都需要很大的力气 把肌肉都刺穿了 在你看来 是不是个男人刺的呢 几乎可以肯定 不可能是个女人 一个年轻有力的女运动员 可能会刺出这样的伤口 尤其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候 但是 我还是觉得这不太可能